好 我們看到 看完事業十五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談到紅利因子的問題 那紅利因子的問題呢 我們先講一下 你先去想想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這個紅利因子的問題 好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剛剛有先提到一個 可轉換公司債的轉換的價格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先剛剛有舉例過 複雜資本結構之下 可能有可轉換公司債的存在 那當然可轉換特別鼓勵有類似的 好 我們先舉一個例子來講就好了 那我們當時候發行的時候 可轉換公司債 講好說 我每1000塊的公司債可以轉換20股 所以你可以算算20股 1000塊除以20股等於相當於 我每股的轉換價格是50塊 好 那真的我們訂這樣的價格呢 但是根據我當時候的股票的價值啦 公司未來的營運的獲利狀況等等等等 很多因素考慮進來 我訂這個轉換價格的 那投資人去買的時候 在全人去買這個公司債的時候 我說了他一定是忍受了比較便宜 就是比較低的報酬率 因為我剛剛講 如果市場的利率是5% 我發行一個4%的公司債 一定沒人要買 我要買就是折價 可是我也不想折價 因為折價我需要的錢就拿的不夠啦 所以我就給他另外一件條件 就是我給你轉換的權利 未來如果公司的營運狀況好 股價漲了 你可以行使轉換權 你就賺了更多了 就彌補你現在拿到比較低的利率了 好 那投資人自己也要去評估啊 這未來可不可能 可能性有多高 好 等等等 你自己去評估以後 你再去決定你要不要去做這個投資啊 好 所以這個都是投資人自己去評估的 好 那現在我跟你講了說 我當初的條件是 每1000塊的公司債可以轉換20股 今天如果我發行股價的時候 發行新股的時候 我的發行價格只有30塊 那對於原來買這個債券的投資人來講 是不是虧得很大 你當初跟我講一股50塊啊 我那時候認為評估起來 或者是那時候的市價也大概50塊啊 結果你現在用低於市價去發行 是不是傷害原來的 因為你現在已經是股東的 那是另當別論 那你就可能會拋售啊 對不對 你現在看換公司的股價那麼多 30塊而已 那是不是會拋售 可是對於債權人來講 我現在不是普通 我沒有拿到的是股票 而且我當時候選擇這個是 因為我是看你的未來性 然後我犧牲現在的利息啦 你現在搞這個遊戲的話 是不是讓它虧得很大 所以我們就有紅利因子的存在 也就是說我就把 所以當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那公司債的轉換條件就會改了 也就是說未來你可能是 每一千塊的公司債可能可以轉換 就是根據紅利因子去做調整之後 你可能可以換30股 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我剛剛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有紅利因子的存在 為什麼會有紅利因子的存在 也就是說一開始 因為你跟債權人的講好的是 每一千塊可以轉換20股 那時候債權人評估是 你的股價是50塊 我認為你未來的股價不會低於50塊 所以我才會去做這樣的投資 結果你現在自己發行一個股價了 股票發行的價格是低於50塊 那是不是損害到債權人的權益了 所以在公司債的發行的條件上面 就一定會講 某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做紅利因子的調整 所以你每一千塊的公司債 你可以轉換的股數 就不止20股而已 這個就是紅利因子的存在的原因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27頁 他講的例子 講的狀況就跟我剛剛舉的很像 這7頁如果發行新股 好 看一下27頁的 新股認購權利含紅利因子 那如果公司發行新股 就有股東有優先認股權 而且約定認購的價格 是低於儲權之後的 每股理論的公允價值 就會產生新股認購權利的 含有紅利因子 那會使股份的衡量基礎發生改變 所以呢 它的效果跟股票 股力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在計算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的 股數的時候 我就要把這個行使前的 普通股的股數 乘上紅利因子去調整 好 這有點類似的狀況 好 它的調整的比例怎麼算 行使任股前的 前一天的股票的公允價值 然後去除上我的 儲權後每股的理論的公允價值 好 後面在講什麼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它的例子 所以這個就是紅利因子 當然這個紅利因子也提到說 這可能我們的可轉換公司 在算稀釋每股營利的時候 就是會用到這個概念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例子怎麼講的 所以看一下我們說 當然後面這個紅利因子怎麼算 我們有一個儲權之後 每股的理論公允價值 那儲權後的每股公允價值怎麼算呢 在下面又有一個公式 就是儲權前一天的總公允價值 加上新股發行可得到的金額 去除我流通在外 就是說我發行新股之後 全部的股數啦 好 所以 之前舊的股數 加上新發行的股數 去算出來每股的理論公允價值 好 那再把它帶回去 我紅利因子的調整比例的計算 好 那我們看一下勢力16好了 好 他說呢 X6年的年初有普通股10萬股 然後呢 X6年初呢 保利公司給予股東呢 新股認購的權利 每股 每五股可以認購一股 認購的價格 每股是5塊錢 所以一共增加了2萬股的新股 好 也就是說呢 每五股 好 流通差不多有10萬股嘛 除以5 所以等於相當於有20 20股的新股認購的優先權利 好 所以他就是說 一共有2萬股 好 那再來看一下呢 這個認購基準呢 是4月1號 然後新股認購權利 新股認購權利行使前一天的 普通股公允價值每股11塊 那第一個我們先算它的加權 平均流通到外股數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去算它的每股盈餘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在算加權平均流通 在外股數呢 我現在是不是一開始10萬股 那因為紅利因子 我們剛剛先算過 他有給紅利因子啊 那紅利因子的計算方式 就把剛剛說我們發那個 新股權利行使前一天的公允價值 11塊去乘上 我原來是不是發行的時候 這個沒有 還沒有發行新股之前 是不是有10萬股 所以它的總公允價值就是110萬 然後現在呢 我是不是發行了2萬股的新股 那2萬股的新股 它每股的認購價格5塊錢 就說市價是11塊 你現在只要用5塊錢可以買 好 所以它就是重新去計算 所以我全部的公允價值 我全部的價值是 行使前的總市價 加上我發行新股所收到的現金或資金 去除我的股數 好 所以我的分子全部有多少 120萬 然後呢 我的股數有12萬股 因為原來的股數有10萬股 再加上我新股認購2萬股 所以我的分母有12萬股 所以算出來 我每股的理論除權之後的價值是10塊錢 就是除權後每股理論的公允價值 那再去算我的紅利因子怎麼調整 好 那我行使前的每股的公允價值11塊 然後我的理論除權之後的公允價值10塊錢 所以是1.1 好 就這樣先算出來我的紅利調整 紅利調整的因子是多少 好 所以是1.1 接下來就簡單了 10萬股去乘上1.1 然後呢 乘上12分之3 因為4月1號是基準日嘛 所以等於說呢 我的紅利因子 就是2萬股的行使是在4月1號就行使了 所以我的加權平均流通債股數是117500股 這樣看懂嗎 先把基準日之前 先類似股票股例一樣乘上1.1 因為你的紅利因子是10% 所以算出來就是乘上1.1 然後呢 4月1號就是我的基準日 就等於是什麼 它的股數就正式釋放出去了 所以我們算出來的 加權平均流通債股數是117500股 這紅利因子怎麼去算出來 那我剛才也講到這個紅利因子的存在 是針對舊有的股東 應該是說類似像我們剛講到的類似公司債的 債權人或者是特別股的股東也一樣 因為市價11塊 你現在用5塊發行 那你是不是會商及原來的這個 原來的那個轉換價格了 所以這個會做一些這樣的調整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呢 複雜資本結構的每股盈語了 這跟我們有提到 好 那我們看一下事例17 好 那文字的敘述呢 你自己 當你知道這個邏輯之後 你再去看那個文字敘述 你就可以蠻清楚它在講什麼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事例17 他說呢 淨率是74萬 所得稅率是25% 那所有普通股 特別股 累積特別股公司在都是 差6年之前就已經發行了 所以 它的期初就是維持原來的 好 所以今年沒有發生新的增減 好 所以差6年沒有任何變動 然後再來呢 累積不可轉換特別股 有1萬股 每股面值50塊 股利率是5% 然後再來有 面額1,000塊 8%的公司債 流通在外2,000張 那每一張可以怎麼 轉換40股 然後呢 發行價格中的負債組成要素 相當於面額 好 也就是說 基本上 我的發行這顆轉換公司債 在哪一年的高考試 忘記哪一種考試 他就有考一個 好 公司債 可轉換公司債 其實它的組成 可以分成兩個 一個是什麼 就是負債本身 因為可轉換公司債 我可以其實轉換 我也可以選擇不轉換 那不轉換我就是 就是固定時間領利息 稻息還本金啊 好 所以可轉換公司債 事實上是有兩個部分去組成的 一個是負債的 一個就是權益 所以可轉換公司債 本身就含有一部分的 轉換權利在裡頭 所以當我們在計算 我們在入賬的時候 其實可轉換公司債 我們要去算出來 它的轉換的權利有多少 任列為資本公司 因為它跟權利有關係 然後另外的 負債的部分才是負債 那我的發行價格 扣掉轉換的權利的 這個資本公司之外 之後剩下就是我的 債券發行的價格 那我債券的發行價格 如果跟我的面值不一樣 面額不一樣 我就發生了折一價 我現在在講這句話就是說 它後面講說 它負債主成要素跟面值 面額一樣 就告訴你說 它的發行價格裡面 它可能抑價 很可能抑價 好 那這個抑價裡面呢 超過面額的部分 是我的轉換權利的價值 剩下來就是我的負債本身的價值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你把它想成它相當於是 平價發行 它是平價發行還是折一價發行 有沒有什麼影響 它平價發行跟折一價發行 有沒有什麼影響 有沒有什麼影響 影響利息費用的認列 它的平價發行折一價發行 你不影響它要支付利息的現金 因為它現金就是什麼 面額乘上 票面利率乘上期間 所以不管你是平價 你去折一價發行 你要支付利息的現金都一樣 但是如果你去折一價發行的話 折一價發行的時候 我是要調整的時候 我是相對的科目就是利息費用 那因為相對的科目是利息費用 所以這樣會影響損益表的金額 好 所以它是有一連串的喔 好 但放心好了 雖然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 非常有趣的一個觀念 非常有挑戰性的計算 但是我考試不會考 好啦 我不為難你們 但是我跟你講這裡面的組成是這樣子的 如果它有可轉 它發起來可轉換公司債 事實上這個可轉換公司債的 發行價格裡面就包含了一部分的 轉換權利存在 這個轉換權利的價值 我要認列為資本公金 代取轉換權 好 發行價格扣掉了權利之外的 剩下就是我的負債 這個公司債真正的發行價格 那我的發行價格如果跟面額不一樣 我就是產生折議價 那發現折議價會有什麼後續的影響 當然影響的就是未來你承認的利息費用 你的利息費用不一樣 會影響你損益表的結果 你影響損益表的結果 但就會影響你EPS的計算喔 所以它是有一連串的影響的 好 但是就告訴你 我不會給你考那麼複雜 我只告訴你這個觀念 但是未來 如果你真的要去外面應付國考的話 這種考試的形態 百分之九十是會出現的 好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怎麼去計算 怎麼去認列它 好 這是因為它後面告訴你說 它的負債組成要素相當於面額 意思就是它是平價拔行 它的利息費用 就是它的票面金額 存上票面利率 存上複息期間 就是等於 就是等於它付現金的利息一樣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好 因為很多同學想看完之後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好 我都花一點歷史告訴你 它的意思是什麼 好 再來第五個 面額一百萬 面額一千塊 百分之七克轉換公司 在流通交外有一千張 每張可以轉換普通股 六十股 而且發行價格中的負債組成要素 也相當於面額 所以意思就是它是平價發行 那普通股流通交外有五十萬股 我們計算它的每股盈餘 好 我們剛剛講說 第一個我們在算每股盈餘的時候 我們要先去計算它的基本每股盈餘 好 基本每股盈餘的計算呢 稅後盡利 稅後盡利74萬 減掉特別股的股利 特別股的股利呢 它這邊是 一萬股面值五塊錢 利率是百分之八 所以特別股的股利是四萬 那這個例子呢 很簡單 因為它沒有新股 沒有 它的股數沒有任何異動 因為差六年中沒有任何異動 所以它流通交外股數就五十萬 所以直接除上五十萬 所以基本每股盈餘是1.4元 好 七十萬除以五十萬 好 這是基本每股盈餘 第二個我要算 因為它有可轉換的權益或債 權益證券或債務證券存在 所以表示它是一個複雜資本結構 所以它是一個複雜資本結構 然後我就要算我的稀釋美股盈利 那複雜資本結構它有兩個 可潛在的普通股 好 一個是第四點的 可轉換百分之八的可轉換公司債 有兩千張 然後每一張可以轉換成四十股 好 它也是什麼 平價發行 所以第一個 如果利率是百分之八的公司債 如果行時轉換 它對於美股盈利的影響是什麼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它對於美股盈利的造成影響 好 如果百分之八的公司債 我行時轉換的時候 它節省的利息有多少 也就是說 它會造成我的稅後經濟增加多少 因為我不用付利息了 不用付利息是不是可以節省 我的費用的支出 那費用支出減少了 那個經濟就會增加了 但是你要考慮到稅後的 就要把所得稅的影響調整掉 好 把它考慮進來 所以一千塊兩千張 然後呢 一千塊的面額有兩千張 然後每一張的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八 好 意思是說 如果這兩千張的公司在行時轉換 我就不用付利息了 不用付利息 我的盡力就會提高了 好 但是因為我不用付利息 我的美股 我的普通股也會增加 好 然後我剛剛這邊也有講過 因為你利費用減少 盡力增加 你就要扣所得稅嘛 所以扣掉所得稅的影響 因為所得稅是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百分之七十五 會造成我的盡力的純粹增加 好 然後我有兩千張 然後兩千張的我每一千張 可以轉換四十股 所以表示什麼 我每一千塊可以轉換四十股 所以我一張是一千塊除以四十 我可以轉換 對不起 應該不是這樣寫 直接乘四十就好了 因為我的轉換價 我沒有要算 轉換價格二十五塊 如果要告訴你轉換價格二十五塊 我就要去算一千張是轉換多少股數 那現在這個例子不是 他已經告訴你一張可以轉換四十股 所以兩千張可以轉換多少股 就直接乘上張數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算一下 如果他行時轉換 我的EPS會影響的金額是多少 所以看一下呢 一千塊乘上兩千張乘上點零八 乘上點七五除八十萬五 對是一點五 好 再說一次有沒有錯 一千塊乘兩千張乘點零八 乘點七五除八萬五 好 一點五沒錯 好 那第二個 另外一個他有發行一千張可轉換公司債 利率是百分之七的 好 那一樣跟剛剛一樣啊 那這一千張的公司債 面額一千塊的一千張 然後利率是百分之七的公司債 如果行時轉換 我就不用付這個利息了 不用付這個利息 它對稅後的金利的影響是多少 然後去除 好 我呢 我會增加多少的股數 如果這一千張的公司在行時轉換的話 我一千張可以轉換六十股 所以呢 我的BPS會多少 好 所以看一下 一千塊乘一千張 3.07乘點七五除六萬 所以是0.875 你看看懂嗎 好 所以如果這個百分之七的公司債 的債權人行時轉換 之後對於每股英語影響 它會增 每股英語會增加0.785 0.875 那如果是百分之八的公司 在行時轉換的時候呢 它對每股英語影響會有影響1.5人 好 那我們剛剛想說這兩個嘛 好 那第一個我們就要想 好 其實這個例子還蠻簡單是 它有沒有造成反稀釋 反我們是說稀釋效果越大的 我們先放進來考慮 那這個是1嘛 因為它造成的每股影響是金額比較小嘛 那這個是2 那標準我們的算盤的話 我是一個個把它放進來 造成反稀釋就停了 因為這個例子比較簡單是 如果我考慮這個8%的行時轉換的話 每股影響是1.5元喔 大於基本每股影響也1.4啊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出來 如果這個考慮進來的話 會造成反稀釋的效果 也許說沒有讓我的每股影響變得更小 而反而是增加了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1.5元的我就不用再計算了 你可以先判斷 因為算盡然就會造成百稀釋 那如果你說真的是這樣嗎? 你也可以試看看 好 你可以看了我的稀釋每股英語 74萬 因為這個可轉換 這個特別股是不可轉換的 那你看一下我74萬的最後經歷 如果這個我行時轉換的話 這個因為它的稀釋效果比較大 就要行時轉換的話 它的稅後經歷會增加多少? 好 1000乘1000乘點07乘點75 所以是52500 好 我的稅後經歷會調整 這是我的稅後經歷 如果7%的行時轉換 那因為它行時轉換了 所以我的股數會從50萬股增加為 56萬股 因為這邊是增加了6萬股 好 所以這樣分出來的話 我的70每股英語是 1.34375 有沒有比它小? 有 好 這個金額比它小 所以就有造成稀釋效果 那你說 欸 那我另外一個增三千來看看 好 如果把8%的一封千來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74萬的原來的稅後經歷 加上52500 這是7%的行時轉換 再加上這個如果行時轉換 我的經歷也會提升 好 所以1000乘2000乘點08乘點75 所以我的稅後經歷會增加12萬 好 減掉4萬 因為這是不可轉換的 好 我的股數會從原來的50萬股 調整為62萬股 好 這邊56萬 再加 那個再加上8%的行時轉換的時候 會增加6萬股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12萬加上52500 加上74萬 減掉4萬除62萬 所以1.407 好 這個數字是不是比這個數字還要大了 所以它造成反稀釋 所以當我在報導稀釋美股一的時候 我只算到這裡 這個不是 因為它造成 把它考慮進來造成反稀釋的效果 這樣看懂嗎 一樣啊 一樣啊 你先算8%之後 你8%算進來你就會比1.4還高啊 所以我就把它剃掉啊 因為它造成反稀釋效果啦 可是你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你其實會增加你的麻煩 所以我還要告訴你說 你有很多個可轉換的 或很多個潛在普通股的話 你先一個個先去算出來 然後把它排出優先順序出來 好 那EPS影響越小的 就是算出來的金額越小的 就是它的稀釋效果越大 一個個放進來去考慮 那算到它會反稀釋 也就是說我把這個加進來的 每股盈率 稀釋每股盈率 比前面那個還要大 那就停了 我就不要再往下算了 好 這樣聽懂嗎 好 如果像剛剛同學講說 那我先算1.8%的那個了 算起來一定是什麼 超過1.4啊 每股盈率算起來一定超過1.4 這邊是8萬不是6萬 對不起 那是我算錯了 這個是6萬 這個是8萬 這個是8萬 所以看一下金額稍微有不一樣 74萬加12萬加5萬2500 加12萬-9-4萬除64萬 是2.10啊 差這麼多 74萬加52500 加12萬-9-4萬除64萬 1.36 好 1.47 好 這邊我寫錯了 1.36 沒有 沒有反西式啊 我算到這裡是1.34啊 還是反西式啊 這個算出來的數值 是不是比這個還大 對啊 當然不是往這個啊 我是一個個往下算啊 不是這個在往這個算 我加了這個之後 我的西式美股盈率是這個啊 我在算如果高於這個 那我就到這裡停啊 我不是跟基本美股盈率比較啊 好 所以我算出來是1.3632 所以四則無路1.3633 那這個還是比這個大啊 所以這個就不算了 因為它造成反西式效果 記得我要排這個順序是 我一個算進來 西式美股盈率到這裡 如果再加一個台元進來 一個比較小 那就繼續加 如果沒有 我算到這裡就停了 所以不是跟基本美股盈率去比較 而是我把西式的一個個 放進來之後去做比較的 非常清楚嗎 好 所以是西式美股盈率的計算 所以只要考試考美股盈率 我說你在外面考試 但其實就算一般的就業考試 他一定如果考到美股盈率 一定會考西式美股盈率 好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很多的公司也發行可轉換的債券 所以這個的處理方式就很重要 因為一定很容易碰得到 我們在做編財務報表 我們在做EPS 我們的目的是說本益比 大家熟悉嗎?本益比 我投資像台積電線好了 150萬 150塊 一股150塊 152塊吧 150幾塊 但是我投資這麼多錢進去的時候 他最後EPS只有什麼? 4塊錢 那你算嗎? 4除以150塊就好了 我的獲利才0點 才2.67而已 那如果有另外一家公司的股票 股價的本益比 相當你算出來之後 他是比較低的 那比方是說我投資機率比較小 我可以獲得的報酬比較高 是不是會吸引人家去投資他? 所以美股盈率的目的在講很基本 第一個 我們在說股票的投資價值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事情 第二個 我們說本益比的目的要大 我們報表編制出來的目的在哪裡? 在預測未來 今年公司賺價 以後會不會賺這麼多? 今年公司賺1.4元 以後會不會繼續賺1.4元? 很難講 有可能會更多 有可能會更少 但是可能是市場的因素 可是如果就公司本身的股本來講 如果他稀釋的話 未來他可能賺的結果是1.34 因為他如果情實轉換 就變成只有賺1.34、375而已 所以我為什麼要去知道這個東西? 當然我要稀 我們要越保守一點 越好 因為你的評估越保守 你未來造成的損失就會相對比較小 這樣清楚嗎? 好 就是如果可轉換特別股 現在我們舉例的是可轉換公司賺 但也有可能可轉換特別股 那一樣的 如果可轉換特別股 發險可轉 行使轉換的話 請你記得 債券的利息是可以抵稅的 就有稅的影響 所以你要把所得稅調整掉 但是如果你是股利的話 他沒有稅啊 他沒有稅負的影響 好 那如果我們有發行的 譬如說認股權 好 只要認股權的話 記得將他的認購的價格低於市價 他絕對有造成稀釋效果 如果他有發行認股權 而且這個認股權的認購價格 只要是低於市場的供應價值 低於市價 他絕對有造成稀釋的效果 好 那只是說他造成稀釋的效果怎麼算 所以我們看一下後面的例子 好 賣權 賣權認股權 好 我們看一下呢 市立18 32頁 他說昌平公司 差6年初有6000張認股權 認股證流通在外 每一張可以認購15 15塊來認購面值10塊錢的普通股 但是呢 他平均市價是20塊 所以是不是符合我剛剛講說 就他的認購價格是低於市價 這個認股權或認股證一定有造成稀釋的效果 好 那影響的稀釋的效果有多大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呢 如果 我現在有多少張的認股權 好 是6000張 每一張可以認購一股 所以是6000 如果他行使的話 我會增加6000股 好 這個6000股呢 當然他現在還沒有行使 不過他行使就直接計算到我的 基本美股盈率了 有認股證或者是賣權買權 其實因為當我在計算的時候 他還沒有行使 所以我們要講說 假設他行使的話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6000 6000張的認股證 我可以發行的是6000股 但是這6000股呢 如果6000股乘上15塊 因為他每股是用每一陣 是可以用15塊去認購 但是要全年度的平均股價來看 他的股價是20塊啊 所以6000張乘上15塊 我拿到的資金就9萬塊而已 9萬塊如果用20塊的市價來看 我只會增加4500股 結果我現在是什麼 6000股 所以我是不是多出了1500股出來 所以如果我有認股證 或買權賣權的時候 他影響的直接是他是什麼 影響直接的是他的股數的問題喔 因為他沒有影響金額 他沒有影響稅後盡利 因為他也不是特別股數 也沒有鼓勵力的 沒有鼓勵的問題 好所以這個是如果你有認股權 或你有發行什麼賣權或買權都類似的 因為他都會影響你的股數 但是沒有影響你的分子 好因為分子 你可以看從分子的一個結構裡面 他是什麼 淨利啊 認股權認股證 他只是影響你的資金 沒有影響你的損益 不像公司債 他會影響你的利息費用 好所以他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好講清楚嗎 好那如果反庫倉股票法來也是說 如果他行使之後反而造成 好就是說 如果他的認購價格是高於市價 他會去行使嗎 不會嘛 我乾脆直接資產上滿就好 我也做了這個認股證也沒有比較好啊 也沒有比較便宜 好所以呢 這個如果他有具有反趨勢 這個反趨勢效果的話就會造成什麼 他就是反庫長股票法 就是他不會去行 反庫長股票法是指賣權 買賣權的部分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市例19 好從例子來講 我們剛剛市例18是他有認股權證 去認股權也好 認股證也好 那市例19是說你有 如果公司有發行所謂的賣權跟買權 好 好 祭平公司33頁 祭平公司呢 他新年初有8000個賣權流通債外 那這個賣權的持有人呢 可以用20塊的價格賣回面額10塊錢的普通股 一股給公司 好 那那個擴長股呢 全年的平均市價16塊 好 那意思是什麼 公司如果花錢去把它買回來的話 其實他減少的股數是相較於 因為他現在是一股20塊把它買回來嘛 所以公司要花比較多錢去買 但是如果公司用市價去買的話 他是不是可以買回來的股數是什麼 比較多的 因為市價只有16塊而已啊 所以一樣跟這個認股證的計算很相似 也就是說我現在是有幾個賣權 8000個賣權 但是這個8000個賣權 如果公司用他的這個賣價買回來的話 就是他講說20塊嘛 要求公司買回來 所以公司要買回這個8000個賣權的話 他要花16萬 可是如果用市價來看的話 他如果要買回來只要花16塊啊 所以他花了16萬 相較於他只買回來8000股的話 那如果我用市價來買 我可以買回1萬股啊 因為這件事 16萬除以10啊 所以我造成了什麼 我少買回來2萬股 買2000股 少買回來的2000股 所以我的造成他的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庫藏股 說你買回來的股數 你花那麼多錢 買回來的股數只有8000 如果用市場下格來看的話 你買回來的股數可以1萬 所以你是不是少買回2萬 所以你的流通之外的股數 你就是把它想成你會多出2萬股出來 2000股 對不起 2000股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所謂的反庫藏股票 因為我庫藏股票 如果按照市場去買回來 我可以買回1萬股 我的流通之外股數是不是減少1萬 可是我現在只是什麼 根據我的賣權 我買回則買回來8萬而已 所以我是不是少買回來2萬 那我少買回來2萬 你把它想成我的什麼 我的流通之外股數是增加2萬 對不對 少買回來2千 所以就想成我的流通之外股數是增加2千的 去算他的稀釋每股盈餘 好 好 這是一些相關的 所以施例二十就會認股正認股權的計算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二十一題 施例二十一 他就把所有 我們這個講完 他其實也是把剛剛所講的東西整個完整的一個例子 他有可轉換債券 可轉換特別股 有認股正 好 通通放在這裡面來講 好 第一個 好 二十一 二十一題 因為我們大概沒有辦法找後面的席題 因為會比較大 好 施例二十一 他說呢 他八年稅後經歷是三十五萬兩千九百 所得稅率是百分之二十五 然後普通股流通在外 全年流通在外有十萬股 然後其他的證券也都是在什麼 差八年度以前就已經發行了 而且是全年流通在外 然後另外呢 他有一萬兩千張的認股證 每一張的認股證可以用二十塊來認購普通股一股 然後全年度平均市價是二十四塊 年底是二十五塊 好 那再來 百分之六累積可轉換特別股 好 面額是一百塊 流通在外一萬股 那每一股呢 可以換三股的普通股 好 百分之八的可轉換公司在 利率是百分之八嘛 好 然後每一千 每一張可以轉換 每一張可以轉換六十股 一共有四千 四百張 那百分之七 好的 公司在 每一千 每一張可以轉換二十股 然後流通在外也有五千張 然後百分之九 的公司在 然後呢 有這個 每一張可以轉換四十股 一共有一千張流通在外 好 我們來計算他的 基本每股遺餘 跟西是每股遺餘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基本每股遺餘 好 他全年流通五十萬股 對不起不是五十萬 是十萬 然後建立是三十萬九千兩百 好 全年流通之後就十萬股 好 他呢 有特別股 好 特別股呢是 第幾點 第四點 好 可轉換特別股 有一萬股 然後面合是一百塊 股利率是百分之六 所以是六萬塊 好 三十五萬兩千九百 好 感激公主 我一段順了 半天又順錯了 好 三十五萬兩千九百 三十五萬兩千九百 減掉 特別股 六萬塊的股利率 然後除 我有十萬股 所以我的基本每股 盈比是二點九二九 很簡單對不對 因為這個時候他的目的不在於 加全平均融通在外股數的計算了 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有這麼多的潛在普通股 你怎麼去算出你的西式每股盈比而已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一共有幾個 有非常多的基本每股盈 潛在普通股的存在 所以我們一個個去寫 好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有可轉換的 認股症 認股症 百分之一百 只要認股症的認購價格是低於試價 他就絕對有西式效果 所以他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他的分子是零 分母是增加股數嘛 所以他的EPS的影響就是 因為把這個認股症行使的話 他對EPS的影響是 他增加了每股盈比是零 所以但是要增加股數 所以認股症 只要他認購的價格是低於試價 絕對有西式效果 好 這邊有一個問題囉 他的平均試價是24塊 年底試價是25塊 那我到底是選24還是25 24還是25 好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 這個只是混淆視聽的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的話呢 我們根據的是平均的試價 所以是24塊去算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他的那個 一千 一萬兩千張 好 一萬兩千張 他如果行使的話 你要發行一萬兩千股 一萬兩千股嘛 好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呢 他呢 他的認購是每股用20塊認購 所以一萬兩千乘上20股 但是呢 如果按照試價 全年度平均試價來看的話 是24塊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是一萬兩千乘20除24 所以呢 如果根據試價的話呢 我發行的是 我要拿到這麼多的資金 我只要發行多少 一萬股而已啊 結果是要發行的一萬兩千股 所以我造成稀釋效果是 多出兩千股出來 這是第一個 好 那我說這個一定是什麼 因為他的EPS分子是0 分母是2000 所以他稀釋每股英語 每股英語是0 就表示他是不是遠大於 我們現在算出來2.929 所以他一定有稀釋效果 那第二個我們看一下 這1、2、3、4 我們不是在表示他的稀釋效果 還不是喔 我們先算出來以後 再來決定 他的稀釋效果的大小 那第二個是6%的可轉換公司 特別股 如果行時轉換的話 他會造成每股影響是多少 如果特別股 6%的特別股 好 特別股如果行時轉換的話 我是不是就不用負責6萬塊的股利 特別股的股利 那我不用負責6萬塊的股利的話 我要增加多少股數 因為我有特別股有1000 1萬張1萬股 那每股可以有什麼 3塊3股 所以我會增加特別股的股東 如果行時轉換的話 我的普通股會增加3萬股 所以造成2塊錢的每股英語的增加 會影響每股英語是這樣子 好 第三個 如果我的7%的公司 8% 8% 8%的特別股公司在 我1000張 面額1000塊 然後呢 一共有幾張? 400張 8% 我們現在講第6點 8%的話呢 是每一張可以換400 一共有400張 然後8% 乘上 1-25%的稅率 因為它所的稅率都是25% 然後再來我的股數會增加多少? 好 每一張可以增加幾股? 每一張的公司在可以轉換60股 所以我的 如果這個公司在 8%的公司在行時轉換的話 我對EPS的影響造成是多少? 所以 1000乘上400 乘上.08 乘上.75 除24000股 所以1塊錢 第4個 如果7%的公司在行時轉換的話 只是算算了 怎麼那麼剛好一塊錢而已 有錯的話再告訴我 計算如果有錯 1000張可以 有500 1000 面額1000塊 500張有20股 好 所以 1000塊的面額乘上500張 乘上利率是7% 好 一樣扣掉所得稅的影響 好 這1000張 這7%的公司在如果行時轉換的話 好 每一張可以轉換20股 好 可以看一下 好 1000乘500乘.07 乘.75 好 除 1萬嗎? 2.625 3個0 4個0 好 所以是2.625 好 所以算一次好了 判的過程 1000張 1000塊乘上500張 乘上.07 乘上.75 除 1萬 好 2.625 沒錯 好 再來第5個 我們好像還有一個 9% 好 9%有1000張 好 9%的第5個 9%的公司在 好 1000塊面值有1000張 然後利率是9% 好 如果我不付這個利息的話 我扣要所得稅的影響之後 我會增加我的金利是多少 那1000張 每一張可以換 40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每股盈餘的影響 好 1000 乘1000 乘.09 乘.75 好 然後呢 除 4萬 所以是1.6875 好 算完了 所有可 潛在普通股的權益證券或債務證券 這個權益證券或債務證券 都算出來之後 往來排序 好 因爲這個EPS是0 因爲分子0分母增加2000 所以它的EPS是影響是 就是造成EPS一定可以減少 所以是排名第一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第二 好 因爲算出來的 是第二個 好 再來這是第三個 這是第四個 這是第五個 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如果保守一點 我就一個個個加 如果我初步判斷 我覺得 1 2 都沒有問題 3 我覺得跟2.929還差很多 我可以把1、2、3天算完以後 再看加第四個 再加第五個會不會造成反西施 我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覺得我沒有很大的把握 那我就一個一個加 好 如果把第一個加進來 我的西施每股盈餘 好 把排名1的加進來 好 我的西施每股盈餘呢 是分母 原來是10萬股 因爲我呢 任股症發行之後會多出2000股 但是我的分子完全沒有變動 好 所以你可以看我的每股盈餘會影響多少 所以是352,900-6萬 加上 而除10萬2000 所以是2.87 2.8716 2.8716 好 再把第二個排名2的放進來 好 一樣是10萬 加上2000這不變啊 好 352,900 好 第二個在哪裡 第二個在這個 好 如果8%的行使的話呢 我會 我會增加 我會變什麼 我的分子 我的利息不用付完 我利息是多少 1000×400×0.08×0.75 我會增加24000的利息 解省造成盡率會增加 那我的股數會增加多少 24000股 好 那你算一下這樣的EPS的影響是什麼 算算的EPS是多少 好 所以是 對不起這邊還是要減掉6萬 因為這特別股的股力 因為特別股還沒有形式轉換啊 特別股是這個 好 所以 當我的特別股心是轉換 這個6萬才不用付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359,000 352,900 加上24,000 減掉6萬 除 126,000 所以是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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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比2.871都少 有 所以繼續 它有稀釋效果 再擺第三個進來 第三個在這裡 好 如果 9%的公司在行使轉換 所以 352,900 好 加上24,000 這是擺原來的2的行使轉換 然後我的股數會10萬 加2000 加24 好 那我先把6萬的公司在 先寫上去 因為公司在還是 特別股啦 特別股還是一樣沒有行使轉換 所以看一下我排名3的這個 如果行使轉換的話呢 我的最後盡力會增加多少 1000X1000X.09X.75 所以我的分子會增加6萬7500 因為節省利息的支出之後 我的基金會增加 那我呢 因為轉換了 所以我會增加多少 4萬補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每補盈餘的 算出來的結果是多少 好 分子是35萬 3152900 加上24000 加上67500 減掉6萬 好 那我的分母呢 是原來是126000 加上4萬的話就是166000 所以是2.315 算出來是2.3156 好 57 好 這個數字有沒有比它小 有 好 所以繼續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了 其實 欸 第四個可能還有效果 因為這個數字還是比它大嘛 所以可能會有造成稀釋效果 所以第四個 我們再把它放進來 如果是公司特別股行使轉換 好 第四個 如果特別股行使轉換的話 那我的分子 352900 好 百分之 公司貸的部分24000 節省下來 加上67500 好 因為公司貸特別股轉換了 所以我不用減股力 因為它就什麼 沒有特別股啦 沒有特別股 當然就是什麼 不用發放股力 那我分母的部分呢 原來的10萬加2000 加24000 加4萬 好 特別股如果我行使轉換的話 我的股數會增加3萬 所以看一下 我的EPS的影響 我的EPS算出來是多少 好 352900 加上24000 加上67500 除 10萬 好 這邊已經算出來是166000了 好 這邊已經算出來是166000了 所以加上3萬 就196000 除196000的股數 所以是2.2673 2.2673 這個數字要不要比它小 有 所以這還是有稀釋效果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其實可以不用算 9點3 它一定造成反稀釋 第五個 它的2.625 已經比我這個2.2673還要大了 所以我這個算金來 它會造成反稀釋 會算算的結果 會比這個還要大 那就是什麼 我們就不列入考慮 好 那如果你不相信 我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把第五個放進來算 好 這邊一樣 352,900 加上24,000 加上67,500 好 分子一樣不變 我一個個寫是讓你知道它是這樣子來的 當然我可以 你可以不用這麼麻煩地寫 寫這麼長 好 對不起 我剛剛這個三彎應該用黑筆寫 這是我這個意中進來的補數 好 現在我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7%的公司在行使轉換的話 我的利息節省會增加 我的金利增加多少 1,000乘500 乘0.07 乘0.75 會增加26250 我的股數會增加1萬 好 來看一下我的EPS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352,900 加上24,000 加上67,500 加上26250 減 除上 19萬6,000變成20萬6,000 所以是2.28 2.28 47 2.28是比2.26還要大了 所以我就算到這裡 結束 這個就不要列進來了 這樣看懂嗎? 你考試的時候時間有限的話 你就不要那麼多試 因為你已經可以判斷得出來 你就不要算了 我只是多算給你看是說 如果你不相信你把它放進來算 這個數字算就是比它還大 這樣看懂了嗎? 所以如果這個例子 我要報導它的西式每股盈語 就報導它的西式每股盈語 是2.2673 應該跟課本寫的一樣 2.2673就是什麼? 就是我的西式每股盈語了 這樣看懂嗎? 好 就是每股盈語的計算 如果我建議說 你就一個個 那根據它西式的大小 西式效果越大的先方進來 好 造成反西式就停了 好 這是每股盈語的計算 希望這個回去 你可以就開始 有多練習的機會了 好 還是一樣喔 因為呢 這個師父引進門 休閒看個人 你一定要靠你自己回去做 要真的是不斷地練習 好 練習呢 目的就是讓你把所有的觀念 去反覆地去測試一下呢 你的觀念就會越來越清楚 這樣才會有幫助 學會計就是這樣啊 好 讀會計就是一定要動手做 那你從做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你可以檢測一下 你自己觀念有沒有搞清楚 第二個 你也可以讓你的不斷地練習 因為各種不同的進行 再多了這個條件 少了那個條件 你才知道你怎麼去做到你要的東西 好 這些東西為什麼不要考慮進來 它的觀念在哪裡 它的邏輯在哪裡 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好 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是每個都要用背 會計機是基本上 我覺得要背的東西不多的 因為它是基本上的邏輯 你要是通的話 很多的觀念 很多的條件 你放下 其實你就不用背它 因為就違反我們的認知 我們對會計的了解 它就是什麼 就是你知道這該怎麼做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